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行分层绞结充填采矿 中段高度100米 分段高度20米 生产中段为1250米和1150米 其中1150米中段的1130米 分段正在回采 1118米分段正在开拓 这么一个总体的开采情况 那么201年6月15日 早班接班之后 司机甲和乙 在井下的中段和分段工作面 进行产装作业 到了90 甲用的产车出了故障 无法让他落叶 于是来到休息室休息 10点半 乙完成了自己的产装后 也来到学习室 甲一看 乙来了 就用乙的产车进行作业 到了11时 甲发现这个产车 监控系统显示排气管温度 到了170摄氏度 便停止产装作业 将这个车开到斜拨道岔口处 熄火降温 10分钟以后 甲再次启动产车 发现发动机下方着火 加取压 车在灭火器灭火 火没能扑灭 于是就去叫休息室 当中的乙 并和乙一起从休息室 两个大弄的灭火器进行灭火 但是由于火焰 引燃紧下临时油罐中的柴油 无法扑灭 到了11时30分 20分钟以后 甲将火情报告给附近的工区值班员丙 丙向调渡时做了电话报告 调渡员丙接到火灾报告后进行记录 但是未向主管领导报告 也未向消防部门报警 大家看出现了多少遗憾物 11时10分没报告 到了11点半上调渡时报告 调渡员又没有报告报警 那么丙报告火情之后 和甲拿着油灭火器赶往现场灭火 甲一丙 看到火是猛烈 一困难 12时返回地面 这个时候从发生火灾 已经过去了50分钟 发生火灾时 这个分段处有59人作业 这个分段作业副的人看到烟通过六井从上面下来 便组织人员通过分段的封井撤离 59人40人脱险 其余49人在通过分段斜迫道撤离的时候 未能成功 所以事故造成了17人死亡 两人中伤 直接损失9421万 这个题目 它没有在展开所直接损失的 包括哪些 直接告诉你直接损失的数额 当然我们根据这个直接损失的数额 就可以判断 事故等纪 那么事故 调查确认 该事故的过程为 产装车发动机长时间工作 排气管温度过高 而这个油管泄漏 渗漏的柴油因高温烘烤 在发动机周围形成可燃气体 重新启动时产生的火花 点燃可燃气体 引燃加油灌内的柴油 燃烧产生大量的有毒油害气体 造成人员中毒之气 当然这个也不可能奇怪 因为道理很简单 我们好多火的事故 实际上我们经常讲 书华讲 不是高温 使这些人员烧死 而是中毒之息 特别是我们的矿山景下 由于空间是有限的 不像地面 地面产生的火灾 我们这个浓烟 有毒油害气体 可能迅速地扩散出去 散发出去 不至于造成严重的后果 但是在矿山景下 一旦有火灾 这个有毒油害气体 浓烟 它不会随风散去 而是通过风流往水 我们的航道走 所以这个中毒窒息的几率 很高 导致后果会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涉及到这个案例的几个知识点 我们说一下 当然涉及地说一下 首先我们谈这个组织机构人员职责 什么样的单位 要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那么这个点是多次考过 所以我们有必要讲 当然大家也很清楚 大家看安全生产法规定 当然21条 我们的矿山 清除野链 建筑施工 道路运输 我们说这五类 这个单位 要设置机构 配备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这五类高位行业 除了这五类高位行业之外 我们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的 也要设置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当然这五类单位以外 并且人员 这一百人以下的 我们要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官员员 也说他可以配兼职的 当然也可以配专职的 但是我们那五类和一百人以上的单位 不允许是兼职的 要么设置机构 要么配专职 所以这是我们组织机构 人员配备的要求 当然既然这个地方谈到了组织机构人员 我们就有必要说一下 有关人员的职责 因为有关人员的职责 涉及到主要负责人 涉及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这个之前我们案例分析考的非常多 是一个考试重点 所以我们这地方就一块说一下 虽然这个案例二 他是选择不会考这种职责的问答题 但是我们这地方说一下 对后面我们就不用再讲 先把他这个点先找出来 下一讲解 所以安全生产法的第二十二条 大家看就谈到我们生产经营单位 我们安全生产机构和安全管理人员 要履行下列职责 当然首先需要说明 这是一个是机构职责 一个是我们国安人员职责 大家看组织或者参与拟定 本单位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操作规程和我们的应急预案 制度规程预案 简单记 关键词制度规程和预案 第二组织或者参与 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记录教育培训情况 第二个关键词 就是教育培训 第三 多数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员的安全管理措施 重大危险员 第四 组织和参与 本单位应急员演练 应急的问题 第五 检查本单位安全生产状况 排查隐患 提出改进管理的建议 这是我们涉及到 隐患 及检查建议 第六 自制和纠正 强能冒险作业 違反操作规程 大家也可以从 自制三维的角度来谈 第七 读除落实 本单位安全生产生产 algún 所以这个 大家记一下 关键词 就可以 不用写的和安全生态法一模一样 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我们今年考试 如果考这个点可能怎么出题 我想给大家展开说一下 大家要注意 他这个地方谈的是安全生态管理机构 以及我们安全生态管理人员的职责 那么从一年考试情况来看 他可能一般这么出题 他问我们 我们这个矿山 这个安监科 他的职责是什么 我们这个矿山某某安全管理人员 他的职责是什么 他可能把它具体化 他把它具体化 以后这个题目大家就要清楚 就是考的安全生态法的这个制度 你从制度规程 教育 培训重大危险人应急演练 这个隐患排查 安全检查 自制三级三级这些 来谈就可以 所以我们大家学一个知识点 一定不要实际硬背 要举一反山灵活运用 你这样才容易得分 否则一看没有专门 没有专门讲过这么一个科室的制度 也没有讲过某个人员的制度 我怎么打 你要套用这个打就可以 对不对 这就是灵活运用 这是我们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制度 当然 安全生态法的第十八条 又谈到了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并且我们给大家指出 这个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之前考的很多 我做了一下统计 我们在没有分专业考试之前 从2001年到2018年 七次考试 考主要负责人的职责考了四次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当然他考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也不是每年考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今年考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明年考法人的职责 还有一年考项目经理的职责 那么17年考了一个 第一负责人的职责 但是我们都可以套用 主要负责人的职责 所以我们说 今年考试如果考这个点 他可能就考我们这个 一个铁矿 矿长的职责 另外一个金属矿业公司 董事长的职责 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责 所以大家要灵活运用 举一反山 你套用这个就可以 当然这个职责大家一看 建立健全本单位责任制 然后相关的制度规程 安全投入 督促检查 消除隐患 组织预案 如实报告 教育培训 所以这个 从投入事故报告 这是和管理人不同的两个地方 然后教育培训 应急预案 准治 检查 隐患排查 这些大家答应一下 也可以 所以大家看到这点为止 我们讲了两类人员的 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责 包括管理机构 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 这两类职责 我怎么掌握 我给大家讲 你注意 看什么题目 如果说他考我们选择题 那就要求我们掌握得很精锐 你要区分开哪一类是管理人员的 哪一类是主要负责的人的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你主要负责的人里面 这个安全投入 这是生产管理人员不具备的职责 再一个是如实 及时报告事故 这也不是管理人员的职责 这两个是我们主要负责的人特有的 当然如果我们再继续往前看 继续往前看 我们管理人员特有的职责 大家看重大危险员 以及我们的纠正违章指挥 强烈冒险 这也有违反规程 杜特洛是整改 这两个 所以这三个是管理人员特有的 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两类职责的时候 你要从选择题的角度掌握 你要区分 哪些是管理人员的 哪些是主要负责的人的 但是你如果从问答题的角度来掌握这个点的话 到简单了 就不用过多的区分 这两类人员的职责 差不多都给它写上去 隐患排查 事物报告 安全投入 教育培训 应急预案 制度规程 责任制 以及读处整改 不论问管理人员还是问负责的人 都给它写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回头要给大家讲到 你这种问答题 答错了 不扣分 因为是采点给分 后面我们会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要注意 你要是应对选择题 就要掌握得非常细 你要是应对问答题 不需要掌握很细 要不要面掌握得比较全 这是我们针对不同题目 不同的掌握方式 那么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涉及一下安全技术措施 因为在这一个案例里边的题目当中 谈到了安全技术措施 所以我们先说一下 当然后面涉及到一些点 也可能涉及到安全技术措施 所以我们这地方就展开说一下 这个安全技术措施 大家看 防止事故发生的 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所以我们注意来看 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常见的 就是消除危险源 限制能量 和危险物质 隔离 让我们大体看一下 消除危险源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 导致事故发生的危险 给它消除掉 把这个合适的工艺技术装备 选择的那种无害无毒 不能致人伤害的 来消除 这就非常彻底 所以是非常理想的 消除危险源 第二就是限制能量和物质 减少能量物质的量 防止的虚击 安全释放 这个比较常见的 我们一些静电释放器 防止的积聚 第三就是隔离 这个隔离比较特殊 它既是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 也是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隔开 隔开 这个事故可能不发生 并且隔开以后 一既是事故发生了 这个事故损失也不大 减少事故损失 所以它既是防止事故发生 也是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那么第四个是 故障安全设计 我们通过设计的手段 当设备系统在故障 或事故状态时 出于低能状态 防止能量以外释放 第五个 减少故障和事故 通过减少物的不安心状态 从而防止减少事故的发生 当然我们在一些事故预防里面 我们回答问题的时候 主要谈前三个 消除危险源 先能量危险物质 隔离 主要谈前三个 我们从这种具体的措施谈一下 应对问答题就够了 不用掌握太多 那么第二类是减少事故损失的措施 我们常用到有隔离 设置薄弱环节 隔离防护 避难救援 那么隔离刚才它的隔开 封闭缓冲 薄弱环节 我们设置一些薄弱环节 使我们这个能量 在危险状态下 按照我们的意图释放 从而防止能量的作用 于被保护的人和物 比较典型的我们的易容三 我们的熔断器 这都是薄弱环节 当然个体防护 这是防护人体的最后一道防线 当然我们在回答一些安全措施的时候 我们配备安全防护用品 劳动防护用品 实现隔离防护 第四避难救援 特别是矿山事故里面 我们的避难舱 避难冻石 或者我们人为的构筑 一个避难的空间 像水灾的时候 我们到高处去 这个时候构筑一定的空间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的安全监测监控 掌握事故过程 也能减少损失 防止事故发生 所以这些 在谈到我们这些安全技术措施的时候 如果让我们谈防事故 大家要结合这些条目内容 具体加以谈 我们还是那句话 灵活运用举一反山 结合背景谈 就能谈得挺好 这样保证 我们的 这个有效的答题 答中 有效的知识点 有效得分 好 我们针对我们这个安全措施 我们之前考试 我们有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如果让你谈安全技术措施 我们就要谈防止事故发生和减少事故损失的两个角度 当然要和背景相结合 谈具体化 当然如果它不是让你谈安全技术措施 少两个字 谈安全措施 但最安全措施就是一个大的标题 它既包括管理 也包括技术 所以你在技术的技术上再谈管理 再谈管理 所以要从这两个角度谈 当然有的题目 它说你谈安全整改措施 当然安全整改措施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一般的它是针对安全检查 安全督查 查出的一些问题 你谈整改 或是安全一些督导 一些巡查里面谈的问题 总之 针对查出的问题 针对性的谈整改 然后再稍微 辅助于管理措施 就可以 这是安全整改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谈安全对策措施 这个安全对策措施 主要出现在 安全评价里面 安全评价里面 它根据背景 辨识所有哪些危险有害因素 这样针对这些危险有害因素 我们针对性的 谈消除 减弱防护 隔离等这些对策措施 所以我们在谈安全措施的时候 有这么往往有这么四类题目 但是我们这四类题目 要有针对性的谈 根据不同的题目 不同的问法 灵活的回答 这样才能有效的 回答这个题目 不能使你硬背 也不要升班硬套 要分类 灵活运用 当然希望我们大家在学习过程中 结合着四类题目 结合一些具体题目 可以实际演练一下 当然我们前面的只是谈了技术措施 那么管理措施有哪些 我也给大家列举一下 建立健全制度 设置机构 配备人员 保证投入 加强教育培训 隐患排查 安全检查 重大危险治理 所以说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了那么六七条 这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素材 一些模板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让你写一些管理措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这些角度谈管理 制度 机构 投入 培训 隐患排查 安全检查 等等这些 所以不要太均匀 多写几个 因为这里都是一些通用的点 好 下面我们针对我们这个案例二几个题目 来说一下 解释一下这几个题目 当然作为这几个题目而言 难度倒不大 但是我们这个教材上有些题目 答案还是有待商榷 注意说一下 大家看 第一题 他问这个事故的责任单位是哪个 大家看他提到了企业 调度时 班族 维修班 那是这个中断工作面所在的班族 但是他要清楚 责任单位 这个单位一定是企业 一定是有法人资格 我们要落实企业助理则 所以这个单位一定是有法人的这种企业 当然这个题目选A 所以像这种点对我们来讲 不存在什么难度 一个基本的常识性的题目 我们再看第二题 大家看 根据我们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这个事故等级是什么呢 大家看在这个事故当中 死亡17人 损失那么多 所以根据死亡人数 根据直接经济损失 显然是一个重大事故 17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9,421万 所以无论从死亡人员的数量 还是直接经济损失的数额 这个都是我们说的重大事故 三个指标有两个都指向重大事故 当然两人重伤的人 根据这个指标判断是一般的数 但是我们就高不就低 所以这个题目毫无疑问 选D 这也是一个经常考的题目 所以这个没什么问题 第三题 导致这个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在前面 讲了直接原因建议原因 我们说直接原因 就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的不安全状态 所以这个里边 大家看这个题目当中 五个选项 其中 A将那个车开到吸火 降温去 这个是没问题的 如果吸火降温 很成功的话 反而不会出事故 所以A排除掉 B介意的产车没问题 假的产车出故上 这都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 大家我们看 这个D 产丶车漏油 再次启动 是引燃了可燃气体 所以这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漏油的不安全状态 这两个共同作用 导致了事故 所以这个题目 选递 至于这个应选项 我们说 没有向主管部门报告 也没有向消防部门报警 这是一个处置不当 这个应该是导致事故 扩大的原因 或者说是 其他的一个因素 所以不是事故发生的 这个原因 事故发生以后 处置不当 导致事故后果扩大的原因 所以这个题目选D 当然这种题目 也是非常简单 从背景里面 就非常容易获取这个答案 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用排除法 把其他几个排除掉 所以这种点 难度不大 我再看第四题 这个第四题 我们前面说的 从第四题开始 就变成了多选题 前面三个 是单选 虽然是五个选项 但从第四题开始 是多选 他提到这些事故中 造成人员伤亡的燃烧产物 有哪些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题目 审题 造成人员伤亡的燃烧产物 我们说中毒自吸死亡 所以 这个题目当中 A 一氧化碳 C 二氧化碳 它们造成了 人员伤亡 一氧化碳中毒 二氧化碳产生 窒息 但是有的同学可能感觉 那这个里面氮气 乃至水气 乃至氨气 是不是都有可能 那个水气 它是燃烧产生了 但是我们的水气 不会造成人员伤亡 氮气不是这个燃烧产物 而这个氨气 我们说你这种事故里面 一般不会产生氨气 所以这个题目 选AC 我们要从中毒自吸方面考虑 还要考虑它是燃烧产物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说选A和C 考虑这些因素 也比较好选 我们再看第五题 甲 在产装作业时 要佩戴使用的劳动防控品 大家看它是开这种产车 利用这种柴油机车的产车 所以你看这个电绝线 就用不到了 所以这个A不能选 当然我们这个安全帽 是矿山作业 进入施工现场 基本的防护动品 所以这个B肯定要选 这个防护镜 这个就不好讲 防护镜不好讲 所以这个防护镜 我们尽量也不要选 因为你开产车 这个车它有防护 所以这个带防护镜 这个就一般 不需要考虑 至于D这个选项 便携是矿灯 大家注意 这个也不要选 因为我们知道 矿灯在我们 矿山景下使用的时候 它是一种照明工具 它不是劳动防护镜品 所以这个D不要选 当然这个防尘口罩 你产装作业有粉尘 戴防尘口罩 这个是没问题 因此这个题目 我们应该选B和E 但是非常遗憾 我们教材把D也选上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 大家在考试的时候 不要把D选成劳动防护镜品 大家如果 你感觉这个教材有道理 还不服气的话 我们可以查一查 劳动防护镜品的 有关规范 有关要求 显然矿灯是工具 它不是防护我们 人体的某个部位 也不是保护我们 职业健康的一种用品 用具 所以D一定不能选 但是教材出了这么一个错误 也不应该 说明我们这个教材的质量 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以这个题目 大家明确 选B和E 第六题 根据安全生产法 我们这个企业管理机构 设置人员配备 哪个正确 当然这个企业要搞清楚 它是一个矿山 当然根据安全生产法要求 我们矿山属于五类高危行业 这五类高危行业 大家知道 我们要求 要配备专制的管理人员 或者设置管理机构 所以大家看 A设置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专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正确 B可以委托 不可以 我们这种高危企业 不可以委托 C 管理人员要取得相应资格 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当然是正确 D可以委托 也不可以 E A企业的管理人员 要经过相应培训 这个是基本要求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看没什么问题 基本的一个要求 选ATE 当然我们根据 安全生产法的要求 很容易选 那么我们再看第七题 为了防止此类事故发生 采取的措施 大家看到了改变采矿方法 改变开拓方式 显然你这两个 我们说和火灾事故发生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或者说根本就没那关联 所以说这个A和B不要去 后面几个进行培训 排查隐患 组织演练 这个我们说和防止事故发生 这个差不多 但这个从背景里面 也可以选 非常容易得到 这是我们针对案例二 这几个星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